遇到瘟神 你會用哪一招這個逼退對方 OK 除了撒鹽撒米之外 好不好 A 親自出手 找他麻煩 B 暗中不拘 借刀殺人 可怕了 A還是B 請舉牌 好 言歷婷是親自出手 就直接講 那但是這一個人 的確是有點離譜 因為全台灣的套結婚了嘛 然後還有兩個小孩 那那個是一個女生 一度人家還懷疑妳是個凝群痛 結果後來不是 我要吐了 都有吐了 什麼... 沒有啦 因為他們以前 長期上節目啦 那林俊風也是打籃球的 對 所以坊間就一直以為 他老公是林俊風 對 因為我老公叫張志豐 對 他打籃球 都是籃球 對 不要講那種瘟神的事情 然後就這個是一個女生 但是她很高很壯 就有一點外表 你會以為她是男 那我們是不錯的朋友 但我後來發現她行為 有點離奇 就比方說一次 比如說我們張立東這樣 大家聚會聊天 我就說 我那天看到有人PO一個草莓 好大顆 好好吃喔 所以今天是草莓寄嗎 好想買喔 在哪裡買這樣 但只是廢話聊天而已 他就忽然說 你們等一下還要去哪 就是說我們可能會去 新一區逛一逛 好 我有事先走 他就先走 那兩個小時後 他打給我問我在哪 我說我還在新一區 他說那哪一棟 我去找妳一下 我想說 剛剛不是要先走嗎 所以他就抱著一盒 大壺草莓 出現在我面前說 妳剛剛不是想吃草莓嗎 我想說 這一刻我想說這已經 這不是朋友吧 就是 不是在追耶 很奇怪 後來我就覺得有點怪怪 那我就不太敢 在他面前許願 所以我覺得好可怕 那有一次他就說 妳不是每個禮拜幾 會固定錄影嗎 然後妳等一下錄完 就先不要馬上走 在攝影棚一樓等我一下 我想說誰要等他 我就錄完手刀開車就要閃 結果一開上去 他就停在停車場的出口 對 那他認得我的車 我想說那 躲不掉了 這只好下車 他就 放在那裡 我想說 我老公都沒送過我這種東西 這不是把妹用的嗎 我覺得這樣很OK 對 所以在那個攝影棚一樓 我就跟他說 據我所知 這個是把妹用的 而且我沒有說過 我喜歡吃巧克力 你幹嘛還送 他說我沒有 只是剛好經過一個 就是賣東西的地方 覺得這好漂亮 你應該會開心 我說 我說你不應該要這樣對我 如果你還想 跟我當朋友 請你停止這一切的行為 我還可以跟你出去吃吃飯 但如果你要繼續這樣 抱歉 朋友沒得當 他就立刻傻眼 其實 忍術拿不到你 張開大嘴 沒有人收下那種東西 然後後來長達半年 真的都沒有再出現 但半年後 因為我生日 我朋友不知道這件事 因為我覺得給他留點面子 不要嚷嚷 他還是約了他來 但他就恢復正常 那我就覺得這樣就OK 像麗婷姐這樣 直求對決 我覺得需要勇氣 就是你要開那個口 就是不開心要直接說出來 我就是蘇辣 所以我才買蜘蛛趴的票 所以我遇到的那個 我就是暗中布局 蘇辣還會暗中布局 然後有一種問神叫做前任 因為我之前就是有一個前任 然後我們分手了之後 好了 我就過一陣子 我在外面 我朋友一直問我說 你為什麼要劈腿 然後怎麼樣 我就說什麼意思 然後我後來才知道是 我這個前任 分手之後一直說 我劈腿怎麼樣 他見不得你 對 但是問題就是 事實的真相就是 是他劈腿 坐著喊抓著 對 坐著喊抓著 然後其實是他劈腿 他喜歡上 他喜歡上我們共 我跟他共同的一個朋友 我就覺得他這樣子 講我壞話很不好 有一天在一間酒吧 我就看到那個前任 然後我就發現 他旁邊有一個男生 跟他走得很近 然後也是會揉揉抱抱 不是他這一任男朋友 然後我想說 很厲害喔 他就說那我就是 我說我來報復囉 然後我就 很誠信 我就 弄了手機 然後拍了一個線動 我只是掃 掃過這個酒吧 就是說新的酒吧 好熱鬧這樣子 心機好重喔 因為我知道 他的現任這個男朋友 因為我們是共同朋友 他一定會看我的線動 他就看到他那個女生 他那個女朋友 跟別人這樣子 摟摟抱抱 或不然 十五分鐘之後 他男朋友就殺過來了 然後現場就大吵大鬧了 然後我在旁邊喝了 喝著Mojito好開心 好開心喔 我要你繼續演下去 要去勸他 別這樣 別這樣 阿姨 大家要不要亂 好好的 不是 是把它固定 不要讓它跑 你懂嗎 別這樣 另外照 OK 我是自己親自出手 去把這些事情解決 因為我們家是那種 就是住那種公寓 沒有管理員 所以包裹都要自己收 然後就是我們家樓下的阿姨 很熱心 她就常常看到我一直收包裹 然後就或者看我在樓下等包裹 她說 然後我就說 好啊 好像很棒 因為有時候像錄通告 有時候快遞來 我們不會接得到 然後她就開始 妹妹 妳最近是不是 花滿多錢的 我說還好吧 妳最近東西買得很多 她說拿給妳的時候 先關心妳 有一次大概累積了 至少有七個包裹 然後我就推一個小推測 把她拿回來 我這點包裹的時候發現 她有可能拆錯包裹 或是就是好奇 就開過我一兩個包裹的痕跡 再黏回去 再把它黏回去 我就覺得不行 因為我也不好意思 直接去質疑她 從那天開始 我就想說我有什麼辦法 可以讓她不要來接觸 我的東西了 我最後買什麼 我買了暗角機 那我很重 她搬不動的東西 或者是那種 麵包調理機 是那種就是很重的 最後 壓垮她就會跟稻草市 像中秋節 我們都會訂柚子 以前可能就是兩箱兩箱 我也是訂了十箱 她搬不動 然後她就說妹妹 以後妳還是自己 搬東西就好了 或我可以幫妳開門 讓她放在妳家外面 弄到她的身體壞掉了 對 因為她說她搬不動 她每天都有包過來 這人就會想看啊 對 我會 因為我還以為 因為我會想看 對 這樣這樣搶不動 因為 這每天都是到的老職 你知道嗎 真的太累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遇到溫神時 你會用哪招逼退對方 聽聽QOL怎麼說 我有朋友就是 剛剛是做保險 然後她就找我退銷 她說好吧 就幫她做個業績 後來呢 這張保險買下去之後 就不得了 我就成為她眼中待在的羔羊 她之後有任何的新產品 她就一直瘋狂瘋狂地退銷我 有一天我真的真的受不了 我直接告訴她 當我有問題的時候 問不到人 當我希望找妳的時候 找不到人 妳的服務爛透了 我以後不會再跟妳買保險 A啊 我以前在澳門市做貴賓廳的 我有一個同事跟我也差不多 可是呢 我就比她先進入這個公司 所以我們大家同事 都負責叫她怎麼做事嘛 那有一天她就有一個訴就管錯了 發生的就是原來是她的錯 然後脾氣馬上就當場地上來了 因為很生氣 我不是第一次叫她 她也不是第一次錯了 然後叫她的時候 噢嗯 這很不關她事的那種表情 我就受不了 當場我就直接指證她 怎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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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什麼看不慣妳的地方 我就直接罵妳了 真的是不是對 根據調查 多數QL投給了A 親自出手 找她麻煩 得票比例62% 你覺得正常嗎 好的 OK 所以大部分都選A啦 選B的不正常 請噴 接下來這題呢 是給所有有可能 去別人家裡做客的人看的 那有什麼 如果有人喜歡我們的討論 大家快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收看我們的最新影片 那還想看其他更多影片 那就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